我们注意到有关动向 需要强调的是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合作 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 危害地区和平安全 近年来 日方违背其国内和平宪法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不断对外输出武器装备 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还妄图拉小圈子 搅居南海 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 日益成为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 这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我们敦促日方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 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